音樂不用翻譯 共鳴沒有距離 東方文化自工業時代後凋敝 現代音樂的主角是西方樂器 象形文字局限於平平遮遮平 工商絕質與不敵十二平均率 日本現代音樂濫傷於明智為心 合魂陽彩保留太古持八神樂迪 大陣浪漫是對西方技術的憧憬 托亞入歐擁抱吉他鋼琴小提琴 儘管國際地位不如版本容易 當不了李白至少可以當白巨翼 東話電影結合古典旋律 音樂成為回憶最美的背景 他的女兒四歲就為宮崎駿演唱 他讓夏天降落在橘色狼身上 他是兼顧通俗與藝術的音樂家 九十讓 哈囉大家好我是郝倫 音樂是超越政治的 中國和日本的關係雖然不太好 但是很多華語電影只要預算夠的話 還是會優先請日本音樂家為電影配樂 譬如九十讓幫姜文的神片配樂過 有名的太陽照常升起 川景縣次負責一個大十個的野文 侯孝賢的悲情城市由神思者來抄刀 日本自從明智為新以後決定 托亞入歐 他原本主張是 和魂漢才就變成 和魂陽才 並且透過經濟的力量 進行一場音樂的 逆襲 Sony前社長大賀典熊是學音樂的 他堅持CD的規格是74分鐘 因為才能放下完整的備酒 YAMAHA不務正業文武雙拳 是斜槓企業的機制 他們本來是修鋼琴的 轉型成為製造鋼琴以及其他樂器 後來做得出現這套軟體 所以對日本人而言 古典音樂不是外來文化 不是洋人的東西 而是已經變成傳統文化的一部分 在這樣的創作土壤上面 能夠出現九十讓這樣堅固通俗 以及藝術的大師 是整體國力的展現 大家都喜歡 宮崎駿或是北武的作品 北武曾經公開說 他最討厭宮崎駿 而九十讓又和這兩位大師 都有音樂上的合作 今天就分享 這錯綜複雜三角鍊的核心人物 九十讓 九十讓的原名是 藤澤手 九十讓這個藝名 是他在唸日本國立音樂大學的時候取的 以漢字的日文音讀來致敬他的偶像 Quincy Jones 平常則是以訓讀的方式來呈現 Hisaishi Joe 或者是 Jo Hisaisi 九十讓他原本走的是純音樂藝術的路 Mukuwa Joe 是他節儉音樂的第一張專輯 但是後來他放棄了純藝術的路 決心創作大家都可以接受的音樂 他在1984年接到了 宮崎駿風之谷的配樂委託 為了日本大羅王的作品 九十讓使出渾身結束來創作 他派出了自己四歲的女兒 藤澤麻衣演唱納爾西卡證魂曲 羅王宮崎駿非常開心 那之後大部分的作品都遵循著 宮崎駿加上九十讓的必勝方程式 九十讓這首Summer在前奏時使用大量的跳音 呈現出輕快愉悅感 並且大量使用分解爬音 以及注釋和弦來表現夏天的情緒 大家第一次看到橘次郎的夏天 一開始可能會以為 哇那個橘次郎是個小孩子 但事實上飾演橘次郎的人是北野武 那個小孩子叫做鎮男 對橘次郎而言他本來覺得人生沒有什麼意義 有手好險什麼都不做 但是在鎮男出現的同時 九十讓配樂Summer會讓人心情變得愉快 所以橘次郎的夏天其實是鎮男這個小朋友 北武在這部電影裡面 同時傳達了當兒子和當父親的心情 根據日本韋基百科記載 1984年到1996年之間 九十讓的頭髮又濃又多 到了1996年推出鋼琴專輯Piano Story 2 九十讓開始戴上頭巾 1998年的Piano Story 3 九十讓的髮際線和塞爾人王子一樣突破天際耳 1999年 宮崎俊謀法公主配樂獲得JASRAC的同場 這是她由大眾作品轉向藝術的轉折 2001年九十讓第一次在韓國舉辦演奏會 成為世界的九十讓 2003年神影少女配樂獲得了金獎 然而千尋神影了 Kami Kakushi 九十讓的頭髮也髮影了 Kami Kakushi 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 昭如清時木沉雪 雪融化 三千煩惱時化為無數動人的音符 沒有九十讓的音樂 宮崎俊和北武的作品會變成黑白抹片 音樂家的犧牲換來樂迷的醉深感動 九十讓至今的創作已經超過三千首以上 她是怎麼創作出這麼多曲子的呢 一個重點 紀律 她每天早上9點45分醒來 我是早上8點30分 比她早 成行輪 這個時候九十讓會喝一杯咖啡 10點到附近的山上散步一個小時 走路其實是一種很好的行禪 無論是賈伯斯 尼采或是好輪 這些偉大人物都喜歡散步 在散步中得到生命中的靈感 等到11點半 九十讓吃完brunch 洗個澡12點多 還開始進入音室 那就專心做取到晚上6點 等到6點吃完晚餐 7點半再回到錄音室做取 直到凌晨1點左右 接著喝一點酒 緩和緊繃的神經 做做伸展運動 放鬆身體 打開床上看書準備就請 大約在凌晨3點到4點左右入睡 這種固定的紀律 就是九十讓在10天內 寫出11首交響配樂的秘訣 各位如果不想當上班族 這種自律是必須的 九十讓說 如果你只是想要創作自己想要的東西 最好不要將創作當成你的職業 其實他認為每個人都可以 譜出一首好的曲子 但只有一首的話 那不叫做專業 職業和業餘的差別 在於擁有每一次創作 都能夠發揮高水平的能力 如果要把創作當成職業 就要確實並且持續創作 大量優質的作品 那麼紀律以及持續的關鍵 就在於情緒以及健康的管理 盡量讓自己的身體和心靈 維持在穩定健康的狀態 就算你身體不舒服 就算你心理不舒服 身為一個創作者 你還是要繼續創作 九十讓說 他希望能夠持續不斷創作的樂曲 即使身旁的人都相繼倒下 為了做出好的曲子 就算要跨越倒下的屍體 他仍然會向前邁進 他認為這是創作者應該具備的專業素養 無論你是在職場奮鬥 或是立志成為自由工作者 希望你也能夠在你的人生中 展現出真正的專業 無論你要不要上班 人都需要工作 因為工作是愛這個世界的方式 先不要想什麼退休 環遊世界一直玩 你環遊世界玩 你還是要面對你的人生 所以盡量希望各位 能夠找到你生命中最想要做的事情 找到你生命中的天賦 天賦的英文叫做Gift 意思是神給你的禮物 收到禮物應該要珍惜 而不是自買或偷懶 林沐敏夫說 宮崎駿根本就不會隱退 北武仍然持續拍電影來推翻自己 只是讓他說 為了創作 他可以跨越屍體 所以如果你沒有必死的決心 這只能夠成為業餘的興趣 你想成為PRO的嘛 由天賦人的宿命 就是創作到死 你有這個覺悟嗎 藝術創作通常分成兩種 第一種是純創作 我不考慮成本 只追求我自己滿意的作品 即使得不到別人的認同 我只要能夠說服自己就夠了 第二種是商業創作 就必須在創意以及市場需求之間 找到平衡點 因為你太藝術的話 老百姓無法欣賞 看不懂 太通俗的話 老百姓又會嫌你拔辣 這中間的取捨是很折騰人的 純粹藝術是一條孤獨的路 想要不迎合大眾 又想要受到大眾的歡迎 也只有版本龍衣能夠成功 在世界上只有兩種人 第一種是喜歡版本龍衣的人 第二種是還不認識版本龍衣的人 那我最愛的曲子 是版本龍衣的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聽完以後你就會發現 他根本就是如同李白一樣的天才 90讓成功的堅固藝術以及通俗 他選擇不當李白 成為老玉能姐的白居易 90讓本人很尊重版本龍衣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版本龍衣 當初大島主來找版本龍衣演電影 以及製作配樂的時候 版本龍衣說 你不能管我 也不能罵我 然後版本龍衣就閉關了三個月 這是他第一次做電影配樂 而且就直接成為他的最高的經典 這部電影和他的音樂一樣經典 這是一部愛情片 但是裡面沒有女性角色 只有北野舞版本龍衣 David Bowie 這部電影和我一樣 誕生於1983年 後來我終於看到這部電影的時候 我真的超感動的 但是感動到最後我發現 我完全沒有在看劇情 全部都愛聽音樂 版本龍衣自己也說 這首曲子的存在感實在太強了 因為這首曲子在世界爆紅 雨多田翻唱過 壓尾光太郎也把它改編為Finger Style的版本 有一段時間在世界巡迴表演的時候 版本龍衣都會被要求彈這首曲子 就像李聖傑不想再唱吃心絕對一樣 他對於這首自己的成名曲 感到非常的厭煩 也就很敢讓他逃避表演這首曲子 但是逃得掉嗎 他想逃避的是什麼呢 是對於重複演奏的厭煩 還是自己無法創作出更棒的作品呢 多年後有一次在瑞士 發現教堂傳來他自己旋律的鐘聲 他重新審視了作品 發現還不錯嘛 寫得很好啊 在紀錄片Coda裡 我們可以看到311大地震後 他重新回歸原點 以音樂撫慰災民受傷的心靈 這首曲子 他彈了千萬遍 我也聽了千萬遍 他將對災民的關懷注入之間 輕柔的按下琴鍵 我聽到這個版本的時候 心裡只有一個感覺就是 幹 有夠好聽 這真的是一首值得用一輩子去聆聽的曲子 在寧靜祈禱文裡面 我們希望神赐予我們勇氣 改變我們能夠改變的事情 去承受那些我們無法改變的事情 聲音會透過用腦 直接傳達到你心裡 所以可以帶來比文字更多的感動 而音樂是最純粹的聲音 休止符是最靜密的旋律啊 在剛剛的停頓裡面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到我內心的旋律 沒有嗎 再聽看看 有吧 有吧 不覺得空氣中淡淡浮現六個字嗎 真正的自我業配是不需要聲音的 好啦 恭喜你又看完一集生日本 下一集要講什麼呢 我還沒想到 總之各位先按讚分享訂閱 開啟通知的小鈴鐺 還有按讚好倫的臉書粉絲團 和好倫的IG 好我們下次見 愛各位 拜拜 拜拜